好 前一阵子大家夯存人民币定存 但是我们看到人民币对台币的汇价 现在的波动实在太大了 所以如果用今年开春你就存十万块钱人民币的话 那么到今天算起来大幅的汇损 等于是利息全部都赔光了 跌跌不休的人币再创新低价位 人民币对新台币排高汇价全面失守 不论是集齐汇率还是现金汇率 双双生破五字头 今年前进人民币的投资人 高达2670多亿的资金全数套牢 最近中国没什么通膨 那有可能要帮助经济 所以在这两个条件夹杀的情况下 人民币暂时还是比美人弱一点 它甚至有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弱货币之一 汇率专家指出人民币还会再扁 不过台湾投资人早就育股累 愿以台银排高汇价计算 假设开春时要存入十万人民币 以人民币卖出价5.055元计算 需要五十万五千五百台币 但截至18号为止 人民币存款一旦变现 只剩四十八万八千五百元 一个月的汇损就高达一万七千元 等于利息全部赔光 有学者就建议 如果人民币跌跌不休 投资人人民币存款不妨选择定期定额 分批投资是好事 但是定期定额可能风险是比较大的 假如你真的觉得人民币长线多头不怕 那现在搞不好就最好买点 你就买 但是不要买多 可能最多就一成的资金买进去 那如果接下来人民币大涨 那没关系啊 你一定有赚钱啦 那你再加码就好了 用分散的概念避开风险 不过十七号人民币波动区间扩大到百分之二 新智商路十八号一美元 对人民币价位来到六点一九五一 蝙蝠百分之零点二八 若从今年算起蝙蝠超过百分之二 创下十一个月新低纪录 也让想靠人民币利息汇率 赚饱饱的投资人 化为一场空欢喜 三连新闻的于凤海中台北报道